大家好,好像有些分別了,我變成嚇人了,跑得多 首先要跟你們同學說一聲對不起 為什麼呢?因為你們同學在我的IG、Facebook 用不同途徑聯絡了我很久,我都沒有回覆他們 他們說要我來出席這個談話,然後我心想我很久沒有答應過任何談話 為什麼呢?原因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算是上台之前,你同學說你脫不脫口罩,我也先考慮一下 不是因為疫情,有時你不想被人見到,有時你不開心 有時你人生遇到很多挫折,你想躲起來 讓自己暫時不要在燈光下,一會兒讓自己休息 我經歷了一個挺特別的兩年 然後,這次說回想一下,都接近我現在一個人生的轉捩點 不妨來到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無論怎樣也好,你躲起來也好 你躲起來在光光下,你戴著口罩,被人見不到你 不管你笑和哭都好,最終你都要看著鏡子 你都要看到自己 你都要活在自己的光光下 你都要脫下口罩,面對自己 所以今天,我就來到這裏跟大家有這個分享 那我先脫下口罩,好嗎? 首先呢,今天大家聽我這個討論 可能會有點失望 但是呢,又可以放鬆一點點,為什麼呢? 失望的原因是,剛才你聽了很多講者他們所說的 他們所說的,很多很成功的restart的經驗 很多很刺激的想法,令你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人的軟件,你怎樣增值自己 很多副理棒,你記得然後你去實踐它,是好事來的 我這個討論不是講這些東西 我這個討論不是教你任何東西 可以放鬆的原因是,我今天只不過是在這裏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個人生的歷程 在這個歷程裏面,每個人可能看到不同的東西 最重要是,現在有機會讓我在台上面面對我自己 我希望大家,無論遇到未來任何的挫折 或者是人生的起跌 要終結,從新開始也好 有這份勇氣是最重要的,OK? 首先呢,我想講一下我的背景 一些Wikipedia看不到的背景 不說那些記者那些事情了 我想講一下跟大家在座很多 包括在看直播的同學 你們都是求學階段 求學階段的我如何呢? 我出生一個很草根的家庭 從小到大,又大肥仔 讀書又不聰明,又沒什麼自信 沒什麼特別聰明的東西 跑步都是跑最慢的那個 我的夢想是什麼呢? 我中學的時候我很喜歡寫東西 很喜歡寫作 我在中文科,我寫作每次都是最高分 我的夢想就是做一個作家 我出一本書 出一本很多人看到的書 然後去到大學 沒有什麼選擇的情況下 新聞系好像比較適合我一個這麼末躍的人 讀新聞系 於是延起了一個做記者的夢想 所以做記者 讀讀一下,因為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從小到大很喜歡看電影 爸爸也很喜歡看電影 我有想過轉去電影系 我想我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個電影的導演 我很喜歡Woodie Allen 我很喜歡Stanley Kubrick 一些大家覺得很遠古的導演 但是那時候看到沙士讀電影系的同學 那些師兄他們要去做看奸 那我就打銷了這個念頭 我就不如 嘗試做記者吧 始終我都有這個使命感 我想成為一個記者 報導社會的實況去告訴別人 到底我們在存活的世界 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於是我就去了做記者 中間有一點點掙扎 但是掙扎不多 很順利 我會說由我大學時期 一路一路我過了一個很順利很順利的黃金 的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在電視台做了八年 內容不多說了 有年多 Sandy那些知道了 做過什麼 我只可以說 在做記者的那八年 我回望回 我覺得很滿足 我滿足到我自己作為一個記者的理想 我做到一些我希望可以做到的報導 我能夠寫到一些很好的報導 讓人看到實況 而且去改變一些現存的問題 但是 現實 永遠跟你想像是有落差的 做一個記者 當然我們的幻想就是 社會是不斷進步的 文化不斷進步 社會是越來越開放的 當然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必然的 在做電視台的最後一兩年 我發覺一個很明顯的倒退出現了 很失望地 我要離開 我要終結一個 自己很理想的career 那時候 我很穩陣的 我在NGO找了一份工 我在SBCA找了一份工 轉職 去做一個叫做NGO的高層 那時候記者就跟我說 哇 我訪問你 為什麼你會這麼勇敢 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去不做記者去做一個NGO呢 我勇敢 一點都不勇敢 這個restart 只不過是一個很安全的著陸 轉工而已 我還要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 一份機器可以有社會責任 也都人工不錯 也都可以舒舒服服 每天在辦公室或者出一趟旅行 去做一些很新鮮很新奇的東西 一點都不勇敢 只不過是一個順利的著陸 我在SBCA做了三年多 都算是挺滿意的 因為當時是在內地推廣一些外戶動物的訊息 和不同的政府部門合作 我看到有progress 甚至乎可以進去學校 和公安教他們怎樣捉狗可以人道一點 這些東西 但是人生很有趣的 你永遠發覺如果自己有這個能力 你也願意嘗試找到很多機遇 在我做NGO的同時 有報紙就開始去找我 因為當時開始社交媒體蓬勃 我偶爾都會在網上寫文章 說說自己想說的東西 那些報紙就看中了 然後就說不如你來寫專欄吧 很開心 我中學時代的理想 我有機會可以達到 我可以寫專欄做一個作家 那時候寫很多專欄 一個星期交了很多稿 很滿足 同一時間有另一個機遇 廣告公司的朋友找我 說我們正在找一個導演 拍documentary式的廣告 這麼有趣的 因為我在電視台 最後一兩年我是做專題節目的producer 就是做一些documentary的導演 我說好啊試一下 拍了廣告 做廣告導演也挺開心 拿了一些獎 客戶很喜歡 於是乎 因為這個這麼獨特的定位 就有很多廣告公司走過來 說我有個廣告想找你拍 我有個廣告想找你拍 順理成章地 我又安然地做一個restart 我開始了自己的創業 我開了一間廣告公司 一路就拍廣告 在這個過程裏面 當然你會學很多東西的 從一個很熟悉的範疇 跳到一個不熟悉的範疇 那我當然掛在這個胸口 就是我虛心學習 我去到每一次拍攝 我都會跟旁邊的人問一下 怎麼做啊 你覺得應該怎樣啊 但是內裡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一會兒告訴你 在那幾年非常順利 拍廣告 自己創業 無端端興起了所謂KOL 這件事 很多人就說 你幫我出個帖子 那就有錢了 就好像很順利 有很多收入的來源 有很多frame 很多spotlight打下來 感覺很良好 家庭非常好 事業很良好 去到2017年 甚至有一間電影公司 就入股我公司 一起做吧 由2003年大學畢業 去到2017、2018年 一條大直路 所謂的restart 永遠都沒有風險的 所謂的restart 每一次都是三級條的 永遠向好發展的 OK 但是問題出現在在哪裡呢 問題出現在在這裡 問題出現在在這裡 是甚麼呢 是養大了你的ego 養大了你的自尊心 你的自傲 很多朋友看到我 哇 你好像不同了 好像很高高在上 甚至乎我家人都會跟我說 跟你聊天好像高高在上 你很難聊 當時不會承認的 因為我自覺我是一個 由零開始的人 但是 去到後來 就出現了很多轉變 當然大家知道 應該大部分 大學生這個年紀的人 認識我呢 都是從2019年開始的 應該不是看我報新聞大 你們 2019年7月大家知道 發生了一件事 在2019年7月之前 其實我是很努力 這樣去做一個市街商人 我儘量 避免說很多很敏感的事情 始終我有很多合作 我有很多廣告 客戶很敏感 吹得被兇 2019年7月這件事 無可避免地 就要把我自己 放在一盞很大的 光光之下 而那一刻開始 你會明白到 所謂的restart 有時候不是你選擇的 所謂的restart 有時候你是被迫的 但是你也要面對 這就是現實 這是各位年輕人 步出社會 將來都可以 都可能 要面對 要克服的一個現實 OK 在2019年7月那件事之後 其實就有很多 很不同的發展 有很多人會 在街上看到我 都會走過來跟我聊天 去慰問我 去支持我 同一時間很多人 離我而去 因為你知道 很現實的成人世界 有一個很敏感的政治環境之下 大家都要避開一些風險 我很明白 我很理解 而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或多或少 有一點心理創傷的 經歷了一件這麼大的事情 我開始個人變得封閉 我不是很找朋友 我經常躲起自己 那我唯一排解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跑步 因為跑步是一個 你一個人做 而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有很多self time me time 可以跟自己聊天 可以跟自己聊天 可以跟自己說話的時間 在那些時間 我跑得很多 我日跑夜跑 一個星期又 每個星期跑 十公里、二十公里 變成五十公里、六十公里、七十公里 有時候一個星期跑到 百多公里 我都試過 因為這個是我唯一的方法 去share up自己 以及去過渡一個很艱辛的 心理掙扎的過程 在一次跑步的過程裡面 我就想 不如我寫一本書 然後我就用了三個月時間 寫了一本《元朗黑夜》 這本書很特別 給了我很多東西 也令我失去很多東西 寫的過程是很痛苦的 你想想一個 在那個事件裡面 受了心理創傷的人 要不斷看回那件事的 所有資料和片段 每一晚聽回那些聲音 然後去重組 然後去寫出來 那個過程是 有時候會懷疑自己 快要有心臟病發的 OK 那時候我想 多難也好 身邊有人支持我 最少有一個兩個人支持我 但是 各位同學 現實並不是這樣 你不知道在重要的關頭 誰會支持你 誰會離你而去 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最重要的人 要離我而去 今天這個託 有一點點感情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是 我和自己在說話 Anyway 我完成了一本書 這本書出來 我個人來說 是我人生以來最滿意的一件事 我從小到大做的所有事情 我最滿足 我最滿意 令到自己最fulfill到 我心靈的一件事 很多今天的同學拿一本書 給我簽名 很多讀者 去年是香港的暢銷書 暢銷不暢銷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我相信在記錄的過程 是用一個很專業很中立的方法 去重現這件事出來 但是在這一時間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不單止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衍生我很多情緒 我很多我自己的心理關口 而令到我身邊的人離我而去 失去了很多事情 完成了這本書之後 我跌入第二個船渦裏面 我跌入了一個很深很深的情緒問題裏面 我想由去年的8月開始 去到現在還有一點點 我不敢說 我完全走出來 但是一段很長時間的情緒的低谷 但有趣的是 當你覺得 原來這些時候 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來你 而對身邊的人失去信心 對人類 失去信任的時候 我得到的是什麼呢 我得到的是 更加多人 給我一種安全感和信任感 在我人生最低潮 最不開心的時候 有一些我以為會走的會拜拜的人 走來 不用怕陪著你 很多本來不是很相熟的人 主動找我 吃飯 聊天 甚至乎 這一刻 我無緣無故說 我跑步 孤零零跑不好 我找些人陪我一起跑 我上網 誰想跑步 星期五大步見 只有四五十人走出來 這四五十人不只是為跑步 他們是來關心我 他們是很支持我 說了很多很溫暖的說話 人生是這麼有趣的 當你失去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會得到什麼 當你跌到很低谷的時候 你不知道誰會扶你一把 可能是一個很平水相逢 你從來只是say hi and bye的人 會突然間成為你最交心的人 你不知道 今天其實來到這裡 分享我這個人生歷程 只是想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無論大家的restart 是意料之內 或者意料之外 是一個很美滿的restart 或者一個很慘痛的restart 也好 不要忘記 你身邊有很多人 是會很無條件地支持你 而你是會以上不到 永遠不要對人失去信任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還有 今天其實 2021年6月1日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發生了一些事情 但我不能告訴大家 OK 我只可以說 在來這個會場之前 我自己在一輛車上 我今早開完一輛會 在車上大哭了一場 OK 大哭了一場 然後我怎樣呢 然後我怎樣呢 大哭了一場很depressed 很depressed OK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突然間覺得我變了 那一刻我想做的是什麼呢 我去買一些東西吃 我買一瓶水淋 首先 要令自己好過 你才可以走下去 下午來到會場 又另一番景象 我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見到很多朋友 見到很多新的同學 走過來跟我聊天 令我覺得很開心 令我知道 無論這一刻的restart 有多艱難也好 下一刻 老套一點說句 塞翁失馬以之飛鳳 對吧 所以今天 其實來到 只是分享這些 這麼微小的一些經歷 還有提醒大家 不開心的時候 記得吃東西 記得喝水 多謝大家 謝謝